好 这是最受欢迎播客奖 那么到底入围的有哪些呢 获得本届土豆印象节 最受欢迎播客提名奖的有 教授 作为一名80后 网络意见领袖 他保持着单个节目 平均播放量最高的记录 并拥有无数狂热粉丝 他灵活运用各种网络文化元素 在幽默中针鞭石壁 互联网人其最望魔兽禁忌解说 那五乔林 更是土豆网播放面最高的原创播客 他的解说既轻松幽默 有不乏专业性 当游戏成为年轻一代 最重要的生活方式之一时 它或许代表了一种未来 一日一迅作为商业化运营 最成功的个人网络系列栏目 已经被媒体塑造为新媒体网络营销的样本案例 同时把网络的草根文化发挥到了极致 最受欢迎播客是 2009年土豆形象节的最受欢迎播客奖的特长者是教授 好 我们请看他的作品 先看他的作品 好大的广告 我是一个业务员 每天来到新华里 大家跳着这任务 老习公司在抗议 老板他是个小笔 开会都想放屁 买保险就像在买案里 我虽然事业无缘 却不喜欢整人物 为什么还不跳槽 你因为我是傻鸟 去年买到的房子 每月要换三千集 事业我就要去睡 好 这个想要去睡乔底的掌声来 欢迎得奖者教授 他的真面目我终于今天看到了 原来教授的真面目是如此 他的背影比他的真面更好看 好 热烈掌声恭喜 德主教授 在网路街的大红人 好 恭喜教授 好 恭喜恭喜 来 请 我是07年5月份 第一次在土豆网发表视频 那么到现在已经接近两年 两年以来 土豆网在一点点长大 我也慢慢地在变成熟 我觉得做一个网站就像做人一样 越是有内涵 他对于各种文化的包容之心就越宽广 那么像我这样的典型的山寨人士 能够和各位专业人士 能够非常融洽地融合在这个大舞台上面 我觉得谢谢你 土豆网 谢谢你 谢谢你为我们搭建这么一个宽广 而又美丽的舞台 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展现自己的才华 谢谢你 此外 他大小声掌握得特别好 此外 此外 by the way 我还要感谢这两年一直支持我的观众朋友 如果没有你们我才懒得做视频呢 哇 真的是会叫的野兽 按照 还有另外吗 按照国际惯例 是 还要感谢我的父母 感谢我的女朋友 感谢 感谢猫铺 感谢17173 感谢电脑报 感谢大众软件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教授 很足特的 谢谢谢谢 恭喜你 恭喜 谢谢 还有没有 我都不敢打断你 恭喜他 再次恭喜